台电专车接送请 在台电志工的协助之下 湖西长辈们准备大展身手 卫生纸、白米、沙拉油 日常用品装满满的购物车 通通要准备装箱带回家 顿时让卖场像菜市场一样相当热闹 这是由台电所举办关怀独老公益系列活动 以连续三天温馨专车接送 湖西九个春礼 181位的独老出门采买年货 今天首发是载着果叶村40位的长者采买 由台电志工在厂长欧志诚的带领之下 出动30多人协助老人家买应景过年年货 今天是我们关怀无锡这长者采购年货的活动 今年是延续第五年 那关怀的长者是湖西九个村 从爱门、临头、尖山、龙门、果叶、南寮、北寮、湖东、湖西 就是我们临近的九个村里 然后这些长者一共有一百八十一位 那我们今天每个人是三千块的礼金 然后他有陪同他们自由购买 购买完以后我们同仁会再陪同长者回到家里 然后把他们购买的连货送到家里 台湾电力公司的经营理念是关怀服务成长 那我们电厂秉持公司的经营理念 所以我们是把稳定供电当作我们的基本责任 但是我们更是关怀社会 我们也友善这个环境 这一箱一箱装满满都是老人家的战利品 因每个人有台电补助三千元 每位老人家都是买了相当的开心 每人至少是两大箱 帮不回家还有台电贴心服务专车再送到家 在每个人都买了 不开心 不开心 有没有名字 不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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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说真好 台电寒冬送暖关怀独老系列 除了是这场之外 还有一场将半豆请独老 坐回尾楼吃团圆饭 以回馈的心来关怀老人家 让长辈们可以安心快乐的过好年 记者王海龙陈淑慧良和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